有一句話其實是你教我的 你在倫敦跟我講的 我就覺得 哪一句話 你那時候就說 因為我那時候就很掙扎說 例如說我最大的掙扎就是說 英文跟中文我不知道唱哪一個語言 然後你就跟我講說 其實語言真的不是重點 你要做的事就是說 如果你的粉絲真的喜歡你 他會喜歡你所有在做的事情 重要的地方是要去 跟這個粉絲去做進一步的連結 你要找到這樣的人 然後跟他們做連結 這個真的是幫助我很多 就是讓我覺得 我不會再這麼 struggle 因為其實我也跟很多其他 例如說台灣一些做音樂很久的人聊 其實他們不會給 他們也會給我一些好的建議 可是不會像這個這麼一針見鞋